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傅政华落马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报道 在十月二日傅政华被公布受调查当天夜里 他曾经任职的司法部立即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中央决定 根据通告会议达成共识 认为中央对傅政华的调查体现了反腐败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定态度 并说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级违法事项里 至少包含部分贪腐行为 司法部党组会议提出要着力汲取深刻教训 又说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级违法问题 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严重损害了司法部司法行政系统 乃至政法系统的形象 会议强调要着力肃清流毒影响 要把肃清傅政华流毒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和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内容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傅政华官制公安部副部长之职 也是二零一七年十九大以来第三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 之前还有孟宏伟和孙立军 孙立军曾与江苏省委常委兼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二人违纪违法 事项此前被公开 官方通报用词十分强烈 普遍认为这些措施显示出政法系统正在进行另外一场大整顿 而同时根据来自中国媒体财经的报道 十月一日公安部召开有关于孙立军案件的会议时 曾经点名提到傅政华 当时九月三十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 说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 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 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以法审查起诉所设财务一并移送 而在十月一日公安部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强调要深刻汲取孙立军严重违级违法问题的教育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政治监督 严禁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 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 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 要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这些事宜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有军方人士表示 在美国高级指挥官米利采取行动安抚北京之前 中国军方担心美国在川普执政的最后几天进行一系列挑衅之后 试图又使中国进行报复 米利将军在上个月提交给参议员的备忘录显示 他曾在十月和一月分别与中国同行李座城将军接触 情报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了作战警戒级别后 米利在十月三十日打了第一个电话 在一月八日又打了另外一个电话 向这一位中国将军保证美国不会进行突然袭击 消息人士对南华早报报表示 米利的第一个电话并没有打消北京的顾虑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首先是日本媒体报道了海军少将斯图尔曼对台湾的突击访问 让北京感到愤怒 而台湾媒体随后报道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 还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访问台湾 这进一步激起了北京的愤怒 米利将军当时表示 与中国同行的电话是为了向北京方面保证美国不会率先发动攻击 而消息人士说这一消息是在米利电话几周之后才传出的 促使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在采取挑衅性的策略 促使解放军采取可能引发冲突 甚至战争的报复性措施 而消息人士还表示 解放军需要知道斯图尔曼的台湾之行 是否意味着五角大楼内有不同的声音 支持川普可能的图谋 如果美国坚持这样做 那么就会发生战争 消息人士表示 解放军立即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军事参赞传达了关切 同时李作成的下属也尝试通过非军事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其中包括派遣一位信使 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保持联系 消息人士表示 在通过几个渠道进行了几周的接触之后 米利在一月又给李作成打了第二次电话 然后美国封面的飞机没有降落在台北 美国国务院宣布蓬佩奥不会访问该岛 消息人士对南华早报表示 在去年六月美国派出了F18超级大黄蜂监视解放军815型电磁侦察船 美国战机在飞越青庄上阵的中国军舰时上演了几场模拟俯冲攻击 这些事件导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八月八日给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打电话 说双方应该努力避免冲突 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南华早报表示 在魏凤和和艾斯伯通电话后不久 中国南海的解放军部队也被北京告知不要再与美军的对峙中开第一枪 根据米利提供的飞机密备忘录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阶段 人们猜测川普可能试图以所谓的十月惊喜来增加自己选情并攻击中国 消息人士表示 美军在南海越来越多的挑衅新举动意味着北京不知如何应对 尤其是有关于十月惊奇的猜测正在蔓延 国内外媒体也多有引用 消息人士表示 解放军当时希望做的是推高战备水平 以应对美国印太司令部 在中国附近派出越来越多的飞机和军舰 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 曾有媒体报道表示 作为对于紧张局势的回应 解放军全部五个战区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根据备忘录推动艾斯柏还有其他机构兼官员 只是米利与他的对应方直接联系 消息人士表示 电话确实有助于双方加强对前线部队的危机控制 他们的军事专业性可能会受到敌对情绪的影响 而在川普选举失败之后 解放军事为可靠和专业的美国同行艾斯柏 在十月九日被川普解雇 随后五角大楼几位高级军官也辞职 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消息人士表示在川普长达四年的总统任期里 解放军总共应对了五位美国国防部长 你可以想象解放军有多么沮丧 他指的是马蒂斯艾斯柏还有五角大楼的三位代理首长 而在一月六日 川普的支持者冲进美国国会大厦 解放军对突袭的担忧再次升温 两天后米利指点李作成 说我确信川普总统无意攻击中国 我的直接责任是向中国人传达这一意图 这是米利在周二告诉国会委员会的话 他对于川普和一些共和党人提出他不忠诚的指控表示反对 他说我的信息是一次的保持冷静稳定缓解紧张局势 再为您关注到的人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作为德国总理多次访华期间 安格拉默克尔经常抽出时间会见中国的自由派 并听取批评北京异议分子的声音 文章对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何卫芳进行了采访 他表示早在二零一零年我就参加了其中的一次会议 何卫芳表示默克尔非常认真的倾听我们每个人谈论中国的情况以及如何改善它 他对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记者所面临的情况表示深切关注 在听取了四位学者在北京那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后 默克尔谈到了他在东德的童年 他的父亲每天早上都会郑重地向家人告别 不知道自己当天能否还可以回来 何卫芳表示当时默克尔试图安慰我们 说目前中国的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 这是默克尔在与中国自由派人士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之一 现在默克尔在担任德国总理十六年后准备卸任 现在默克尔在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处于低谷时卸任 面临着对北京在人权和地缘政治问题上过于软弱的批评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活动者来说 默克尔因为个人对于人权的深入参与而闻名 尽管对于他们而言 他与北京贸易关系的强调也是让人不快的 在默克尔担任总理的早期 他曾经在柏林会见了达赖喇嘛 不顾当时外交部长的建议 这样做激怒了北京 三年后 他在北京培训官员的中央党校发布演讲 告诉干部们 总有一天每个国家都不再将差异视为威胁 而视为人类条件的一部分 默克尔在长期担任总理期间 曾经十二次访问中国 而批评他中国政策的人抓住了这一点 但是默克尔在大多数行程中都亲自会见了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 法序教授何卫方向南华早报表示 鉴于德国总理的日程安排很紧 这些安排强调了默克尔个人对于中国人权和法律问题的关注 同时赫卫方还谈到了默克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双刘侠 二零一八年离开中国所做的谈判工作 同年默克尔访问北京期间也会见了人权律师的妻子 他们正在为释放自己的战俘而奔走呼号 退休的新闻学教授和长期倡导新闻自由的展江 说在北京会见过默克尔两次 分别是在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 展江表示他来听我们说话这一事实说明了他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关心程度 但是现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对默克尔感到失望 因为认为默克尔过多的强调了商业利益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吩咐有关的消息 傅政华十月二日被告落马之后 十月三日中国央企中石油原副总裁凌霄被公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目前中石油纪检监察组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 经国家监委指定管辖四川省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 根据中石油官网消息凌霄在九月三日正式辞职 除了担任中国石油的副总裁之外 他还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的总经理 以及中石油管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凌霄现年五十七岁 在石油行业工作超过三十五年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潘多拉文件有关内容 根据ICIJ也就是国际独立记者调查集团的一项新调查 从约翰到阿塞拜疆肯尼亚到捷克共和国 有十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利用离岸避税地 来隐藏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 潘多拉文件的调查 涉及来自华盛顿邮报 卫报等媒体六百多位记者基于全球十四家金融服务公司大概一千一百九十万份文件的泄露 而在分析的大量文件中 大概有三十五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面临从腐败到洗钱到全球避税的指控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拥有海外资产或者是使用空壳公司进行跨国经营并不违法 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公开反对避税和腐败 或者是在国内倡导紧缩措施的领导人来说 这种披露十分的尴尬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详细为您介绍披露的文件中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立场的有关调查 潘多拉文件公布之后 包括香港立场新闻参与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在避税天堂获得秘密文件披露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家族总共有七十二家离岸公司有设 而董建华本人拥有七家公司 而其中一家拟用作开设汇丰银行账户 处理大概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流动资产 根据来自立场的调查 新闻文件还显示董建华的幼子董立新通过离岸公司 设开立中国银行账户 而董建华的胞弟董建成也有四家离岸公司持有银行账户 此外还有另外两家持有山顶和潜水湾的两处豪宅物业 董建华以及家族成员包括妻子长子幼子胞弟胞妹侄女等人 在一九九年到二零一九年分别担任至少七十二家离岸公司的股东或者是董事 其中有二十四家与董建华家族的航运聚企东方海外有关 而在今天晚些时候中国电缆的WireChina也针对潘多拉文件进行了特殊报道 文章开篇写道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在华尔街网络泡沫破灭之前 有一家中国互联网创新公司新浪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首次亮相 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六千八百万美元 公司在北京和硅谷都没有办事处 但是赢得了戴尔和高盛的资金支持 审计师是普华永道 而创始人包括斯坦福大学精英工程项目的毕业生 但是中国电缆评论说 让新浪脱颖而出的并不是他的战略 他的商业模式与雅虎非常相似 而是他发明了一种神秘的法律手段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这种手段推动中国公司发展 并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全球金融市场和神秘的离岸金融世界 这就是被称为可变利益实体 或者是叫做VIE的组织形式 中国电缆文章报道 新浪的公司结构使得这种公司能够绕国禁止外国资本 投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规定 新浪在开曼群岛设立了一家离岸公司 以吸收外国资本 将其余一家由中国公民领导的在岸公司联系起来 然后让各公司承诺将任何利润合并到离岸实体 这使得离岸公司最终能够在纳斯达克 或者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海外上市 而这种策略后来被证明是很聪明的 当局没有干预新浪在美国的IPO 似乎表明他们默许这一种结构 而其他初创公司也尽将采取这种模式 为全球投资铺平道路 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带领下 这些中国企业涌入 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新贵上 这些投资者下了巨大的赌注 而企业已成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技术公司 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浪模式 而来自中国电脑文章介绍 中国的离岸公司是如何注册的 目的到底是什么 长期以来一直被外人所误解 但是潘多拉文件中有助于揭示VIE结构的演变 中国已成为离岸公司最多产的创造者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度依赖他们 文章介绍 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 资金的进出是一个问题 而潘多拉文件包含的一千多万份文件 包括来自伯利兹 塞浦路斯香港和开门群岛的电子邮件和公司注册文件 其中不仅有关于富人如何利用秘密的离岸金融 来隐藏资产的线索 还有大量关于中国如何接受离岸金融 以采取规则之外的法律和治理结构 从而使得中国公司更有办法与全球金融市场相联系的方式 根据中国电缆查阅的记录显示 阿里的高层管理人员设立了几十个离岸实体 勇于收购和融资 清华同方则设立了离岸公司 共同投资于一个数字电视平台 美团的创始人在英属维京群岛获得了价值五千六百万美元的美团股票 放在一个离岸信托中 而这些交易有共同的特点都源于所谓的新浪模式 允许中国公民筹集外国资本 并在某个阶段将大笔资金藏在海外 不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样做呢 中国电缆分析 也许是因为受益于VIE结构和注册离岸投资工具的 不仅仅是这些私人企业 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公司 在出国寻找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时 也积极地进行离岸注册 比如来自中国电缆的调查发现 石油巨头中石化和中信 在百慕大开曼群岛甚至是塞浦路斯 注册或者投资了数十家公司 而香港一直是国企介入美元 或者是为海外收购提供资金的启动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激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 涌入离岸金融中心 经济学家现在也正在试图理解中国在离岸金融中的作用 根据潘多拉文件中披露的记录 有一笔秘密交易在二零一五年促成涉及军事技术 当时乌克兰领先的飞机发动机和国防承包商 一位董事长同意将其公司的大量股份 出售给来自中国的国家支持的企业家 而在交易时这一家乌克兰公司正处于财务窘境之下 二零一四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基辅切断了对于俄罗斯出口的这一种战斗机 发动机和攻击的直升机 直接导致了这一家乌克兰飞机制造商销售额急剧下降 这促使中国介入承诺提供新的融资 而这一家公司本身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供应商 同时来自中国电缆的文章介绍 虽然融资是来自中国商人 有一位叫做王晶的义文富翁领导 但是资金支持却是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同时来自中国电缆的文章介绍 中国投资者当时成立了一系列离岸公司 包括在英属维京群岛出测的多家飞机公司 以收购股份 最初价格是五亿美元 然后这些投资者再把股份抵押给国开行 以换取贷款 最后基辅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这笔交易 但是中国电缆分析 文件线提供了一个窗口 让人们了解中国的国企 是如何在世界领先的离岸金融中心 成为了重要实力派 而同时分析人士表示 由于中国政府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越来越多 这与中国政府获取先进的两用技术的努力不谋而合 而这已经引起了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警觉 由于美国和欧洲更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 为中国的海外投资设置了障碍 离岸空格公司也提供了一个变通的方法 可以掩盖国家在其中的角色 文章一送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我们发现中国人在采取离岸金融中心做这样的事情 那显然是一个问题 离岸注册可能会掩盖北京获得双重用途技术的努力 这显然需要更多的进职调查 美国政府是否做得足够多 以了解谁才是最终的受益人呢 专家分析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而同时来自中国电缆的文章也指出 有关于有多少国有企业在离岸避税地设立分支机构 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据 但是潘多拉文件提供了有关于近年来转变规模的线索 比如潘多拉文件详细介绍了中国石油巨头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在二零一八年为收购叙利亚一个油田 而成立了一家英属维京群岛公司 还有中线资本 如何在其投资组合中 储备名为魅力春天还有魔幻海洋 两家都是离岸公司 文件显示当中信资本聘请香港为其高层管理人员利益 组建离岸信托有关企业时 中信资本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结构图 而组织结构显示 有一百六十家公司在开门群岛或者是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 超过其所有管理公司数额的一半 而同时来自中国电缆的文章还分析说 中国国家支持的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 已成为经验丰富的离岸交易商 比如几年前当石油巨头中石化同意玻璃其营销部门时 中国政府批准将股权出售给国内和外国的投资者 包括CICC 新达还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家机构 而每一家国有企业都利用在开门群岛 或者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关联公司来进行收购股份 文章认为现在随着经济学家分析师甚至是律师对于的合法性和风险提出质疑 中国的离岸游戏即将在北京和华盛顿面临终极考验 文章引述分析师认为 这些原罪可能正在破坏它旨在支持的国家大厦 在美国法律和会计结构也变得更加严厉 而在中国党正在缩紧基于私营部门的灵活性 现在还不知道这一些离岸企业以及离岸实体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仍然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孙力军落马事件的后续 本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介绍的一位人物是傅政华 而说到傅政华主要讲到的是 他与另外一位落马的中共高官卢伟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从卢伟这个人说起 卢伟曾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兼任中共外宣办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 卢伟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呢 在一九六零年一月 卢伟出生在安徽省曹湖岸边的贫困农村家庭 青年时代当过生产队继分员农村代课老师 当过工人甚至干过基层法院的法官律师 办过地方报纸和杂志 从卢伟的个人简历可以看到 直到一九八六年他才进入广西法治报当记者 在随后的几年中当过总编辑助理 同时兼任广西法治报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卢伟的仕途是从一九九一年四月开始的 当上两年的新华社桂林记者站站长 并由此步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据说年轻时卢伟就喜欢写作 又懂一些法律 给后来的提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卢伟在一九九一年 从广西一家地方性小媒体的业务管理人员 被调进新华社广西分社桂林记者站作站长 即使按照新华社曾经的组织框架 这样一家地方性的记者站 大多都有一名最多两至三名工作人员构成 卢伟可谓是光杆司令 而由于业务突出 在新华社撤站设知社后 又担任了知社社长 但人员编制并没有因此改变 在桂林任站长与知社社长期间 卢伟又开始发挥自己经营管理方面的才能 那个时候新华社地方负责人都有经营信息业务的要求 而卢伟的能力逐渐攒露头角 得到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的赏识 破格提拔为广西分社副社长 当时他才三十四岁 是新华社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而在三年后的一九九七年 卢伟开始担任广西分社的社长当组书记 全面主持分社的工作 有介绍说卢伟在分社全面发挥他的各种能力 是个工作狂 而郭超人并是田聪宁成为了新华社社长 他在上任一年后 经过多方考察分社干部后 在二零零一年把卢伟调入了总社 进入新华社领导班子 并担任副秘书长 主持新华社的全面经营性业务 此时卢伟十年四十一岁 是新华社最年轻的高级领导 此后又健身为副秘书长副社长第一副社长 根据新华社的知情人士表示 卢伟是总社兼职最多的领导 有段时期 他既是副社长秘书长 同时兼任总经理事经理 新闻信息主任 营销平台总负责人等 此外 卢伟还是新华社换秘书最多的领导 某某秘书又被卢伟练残了这样的话题 成为当时很多新华社职工 查与饭后的谈资 而那些被恋惨的秘书们也大多被他善待 离开秘书职位后被安排了相对较好的业务或岗位 而此时的卢伟在新华社内部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但是在外界仍旧鲜为人知 他开始步入中国观察人士视野 是在温家宝几次考察新华社工作之后 而卢伟被称为是温家宝的化妆师 就是因为他通过巧妙的宣传技巧 让世界看到温家宝被包装出来的好形象 比如亲民 有学问 而且观察民情非常细致等等 得到了温家宝的赏识 到2011年 在新华社工作20年的卢伟 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副市长 是当时中国三十一个省市区中 唯一同时担任宣传部长和副省长职务的领导 据问在由新华社转任地方任职时 因为遭到匿名举报 卢伟曾经被审查了三个月 虽然卢伟最后顺利通过审查转到地方任职 但地方官场与中共直属部门有很大的差异 更何况卢伟是非本来就多 在北京市任职期间毫无亮点可言 相反负面传闻一直缠身 就这样在北京混了两年之后又调理了北京市委 2013年5月10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说 卢伟调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开始全面执掌中国日益扩大的互联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也就是我们说的国信办 是负责中国网络管理的最高行政部门 已开始被外界称为中共的第二中宣部或者网络中宣部 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 这个部门仅仅成立两年 此前一直是由国务院新闻办一把手来兼任 主要职责是落实互联网传播政策 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 而民间则主要认为是监管互联网信息 有评论指出 自从挂牌以来就一直有传闻将会独立出去 成为正部级的网络管理部门 结束互联网管理正出多门的局面 而在新领导规则中 国信办将成立独立和整合工信部文化部 广电总局等多头管理的局面 随着卢伟出任国信办主任 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共将把互联网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之前有关卢伟的个人信息 外界几乎仅关注于官方的草草树壁 但随后大幅更新了其个人简历 此举意味着卢伟已经成了网民们关注的人物 而卢伟在北京任职时 傅政华刚好是北京公安局的副局长 于是两人就此结识 卢伟讲了一些网络上的事情 他这个人非常好学有想象力 而且算是中国官场上罕见的想做点事的人 而傅政华也有这个特征 两个人都是拼命干活的人 因此似乎是形成了某种默契或者是同志情谊 那个时候中国网络属于开始阶段 酝酿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而这个时候通过与卢伟的交流 傅政华也感到了好机会 认为网络办和公安可以配合 谁造谣就抓谁 两人之间可以形成工作上的默契关系 但是合作了几个案子之后就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两个人于是又转而互相捅刀子 在背后互相打小报告 这就难为了习近平 习近平其实两个人都想要 一个负责自己的安全 一个负责自己的形象 为了调和两个人的关系 习近平还曾经花了不少的心思 在浙江乌镇 卢伟搞了一个全球互联网大会 搞得声势浩大 首届大会上不但习近平去了 马云张朝阳这一些国内著名企业家去了 甚至是连国际网络公司比如谷歌雅虎也排除了代表 而习近平在这个大会上发布了 让他自己觉得激动人心的演讲 提出了所谓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当时习近平把傅政华也叫了去 被认为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调和卢伟与傅政华之间的关系 但是大会刚刚开完 回头傅政华就得告诉习近平 台下坐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外国的混混 是被我们公安局抓过的 是卢伟请来演戏糊弄你的 习近平这个人很讨厌这样的欺瞒行为 对卢伟的不满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卢伟他是新闻记者出身 又曾经是温家宝的成功化妆师 到各地都喜欢装出开放有文化热心的样子 因此卢伟每到地方就受到地方方面的追捧 不仅仅因为他是网络沙谎 掌管全国网络宣传工作 而且因为他是习近平的进臣 是得到习近平信任的人 因此坊间一度传闻 他要去做中联办的主任 因为只有他才搞得定香港的媒体 甚至还传言要到湖北做一二把手 进入政治局等 而卢伟在地方的时候 也经常开口就许下帮忙升官发财的承诺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心 但是这样一个会来世的人 在和傅政华的权力斗争中却落了下风 原因就是他没有枪杆子 当时大家记忆犹新的是 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 当时卢伟开了一个网络大V大会 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打通各种关系 但是这边会议正开着 那一边傅政华就开始抓捕各类网络大V 而其中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就是薛满子 他就曾经因为嫖娼问题而受到了麻烦 但是真正给卢伟造成大麻烦的 还不是乌镇网络大会上的群众演员 而是穷顶之下这一部反映环保主题的片子 如果您还记得当时穷顶之下刚刚上映时 全国一时人人开口闭口都是这部片子 负责宣传的主要是两方面 人民日报还有央视 而傅政华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公安 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对劲 有人报告这件事情给傅政华后 他立即安排把人民网的人抓起来审讯 各个编辑分开审讯 结果大家都招供出来拍这样一部片子是卢伟安排的 而且反复交代不能说是卢伟自己安排的 而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指示 是为了解决雾霾问题的重点宣传项目 但是后来查出有人为了推动穷顶之下这部片子居然花钱给人民日报 那么这件事就不可能是习近平指示的 后来人民网的人交代了 是卢伟假冒习近平名义搞了这么一次宣传活动 背后还涉及全色交易 权钱交易 就这样龙颜大怒 一举干掉了卢伟 说到宣传系统的人事变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徐林 当时调到网信办当副主任 算是正常的调动 而卢伟对于他可以说是白班的阻挠 故意拖延开会时间 略施小计各种方式给徐林点颜色看看 而这样的一种方式更是促成了徐林和傅政华的合作 而徐林在上海与孙力军孟建柱等人是有共识和交流的 这样的一抵一押便改变了网络宣传部门和公安部之间决斗的强弱势力比较 而卢伟一倒台 徐林就有了资格接任这个位置 这里还要说到习近平对徐林的信任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当时国家监察委的主任杨小杜本来是要到统战部退休的 恰好就遇到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不喜欢腐败官员的人 杨小杜得到习近平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他有在西藏工作的经历 被认为是一个勤劳朴实的边疆干部 当时有一次习近平在向中外记者介绍新班子成员时 以一道来说韩正大家对他都很熟悉 在上海大家对他比我更熟悉 而习近平在介绍他的领导班子时特别突出他们的工作背景 比如在介绍市委统战部长杨小杜时 就特别强调了他在西藏工作二十五年 对少数民族工作也是相当的熟悉 而年龄最轻的徐林同样也有西藏工作经验 因此在介绍这些背景时 我们就看到似乎都在体现习近平接手上海市委书记以来 一直主张的亲民与务实这一些领导作风 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的这样的说法 但其实让当时在上海任职的习近平没有想到的就是 徐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后台就是孟建柱 他试图早期在嘉定区的职务 其实就是孟建柱一手安排的 而孟建柱在上海最有名的是菜篮子工程 徐林在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职务之前 真正关键性的官场起步就是孟建柱所管的农林口 这样一种长线的官场安排类似洗钱 经过几道清洗就看不出本来的真实面目了 习近平以为自己用了一个边疆干部 没想到用的却是孟建柱在上海放下的一颗棋子 这样也就形成了中国网络管理部门一度非常诡异的官场生态 换下了一个芦苇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26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呢要为您介绍到的仍然是孙力军落马案的后续进展 今天我们主要说到的人物是傅政华以及他在北京办案的一系列风格 傅政华去办了很多大案 这就影响了在北京的政绩 因为作为一个公安人员破案率是很高的评量标准 那么傅政华又是如何解决破案率太低的问题呢 有两招 凡事不能破案的就不立案了 另外就是自己能够制造的案件就必定能够破案 因此不如就制造极其案件 在中国一度流行的所谓朝阳大妈举报就是这种类型 利用朝阳大妈这个名号来举报被制造的案例 在据此破案 而中国演员黄海波的案子就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就被作为了北京公安局所破获的重要案例 在2014年5月15日 北京警方获得线索表示 在某酒店有人从事买银嫖娼活动 而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在2014年5月15日16时 朝阳区警方配合行政总队民警 在北京市朝阳区华威桥 公大建国饭店楼下 将黄海波和一个女子当场抓获 经过审讯 黄海波对嫖娼一事供人不讳 而2014年5月16日中午 黄海波被正式移送至拘留所 2014年5月16日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表示 演员黄海波在15日晚 因为嫖娼已经被北京警方依法进行行政拘留 而按照中国法律规定 嫖娼将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 2014年5月31日 拘留期满的黄海波并没有被北京警方释放 而当日上午 北京警方向媒体证实 黄海波因为卖淫嫖娼 被转为收容教育6个月 我们知道嫖娼违法 但是一般不犯罪 一般的嫖娼行为在中国被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属于违法 但是不构成刑击等 通常根据治安管理法和卖淫嫖娼管理办法处罚 对卖淫嫖娼者 一般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黄海波被收容教育 为什么6个月呢 具体原因无从得知 当时有传言说 可能是考虑到黄海波是社会公众人物 嫖娼事件对社会影响很大 所以处罚很重 但是这些仅仅是个人猜测 黄海波被嫖娼事件的女主角刘新宇 因为介绍卖淫罪一审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根据辩护人杨明丽律师表示 刘新宇不上诉 而按照羁押一日底刑期一日计算 他于二零一五年五月底正好刑满获释 从法院认定的内容来看 刘新宇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四年间 曾经三次介绍他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并从中获利 而是刘新宇案发的正是黄海波嫖娼事件 但是从所谓的黄海波嫖娼门事件 也有人看出了疑点 首先是出现这件事情之后 之前合作过的高圆圆 海青孙海英等明星和导演都希望大众可以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为他说话 可以看到黄海波至少在圈内人品并不差 其二就是黄海波当时正在拍摄的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全剧组要决定等他出来 坚决不换演员 这一等也就十三年 因此也看到剧组对他的信任 而当时事件的女主角刘新宇 在最近的一次直播中 有网友问他当年和黄海波的事情 他透露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进来了问我吃饭没 跟我谈了很多 就像聊天一样 说自己演员压力大 想当平凡人 这样就说黄海波背了三年的黑锅 可惜真相来得太晚 而现在网友也纷纷在他之前的道歉声明留言 纷纷表示已经等了三年了 可以重新回归 想要在荧幕上继续看到黄海波 认为他是好演员 不应该被埋没等等 而在三年的沉默中 黄海波本人似乎性情也变了不少 如今仍然是继续拍摄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但是和女演员出演活动的时候 有心的观众却发现 他似乎全程都不再看女演员 不知道是否这件事情 对他真的造成了如此大的打击 另外一件类似的事件就是 用毒贩诱惑成龙的儿子房祖明 这件事件涉及到房祖明和柯震东两个人 因此也被称为叫做房东事件 指的就是2014年8月 香港演员房祖明 台湾演员柯震东等人 在北京某个洗浴中心 吸食大马 并且被北京警方查获的事件 被捕事件发生于8月14日 而在8月18日 由北京警方通告证实 2014年8月17日 大陆的网络天涯社区 传出了柯震东涉毒被捕的消息 而当天微博网上有网友说 柯震东吸毒被抓了 我爸审了他一宿 等着看新闻呢 同时表示我骗你们干什么呀 就是真的 这样的消息在网上进一步扩散 而房祖明也被报涉案 就在这样的消息 在网络上开始大范围传播的时候 圈内的好友郭彩杰 陈延熙等对媒体表示了对传言的质疑 而房祖明方面 成龙经纪人在与媒体的电话中表示 房祖明不可能这样做 同时也否认了房祖明被抓的传闻 而下午三天左右媒体通过警方证实了被抓一事属实 而当日下午 柯震东的经纪公司也派人到北京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当天下午五点 新京报最间公布了房祖明涉案信息 而在晚上九点 北京警方通过平安北京微博发布通告表示 经过初步审查结果 房祖明柯震东二人对稀释行为供认不讳 并且警方随后在房祖明的住所内缴获了一百余颗大马 证实柯震东涉嫌稀释毒品 在京被警方行政拘留十四天 而在八月二十日晚上七点 房祖明的父亲成龙发表微博致歉 而同日柯震东所代言的口香糖的商家 以资中国向媒体透露 正与柯震东的经纪公司联系 就事件后续处理进行协商 而在八月二十一日 香港一周刊指出房祖明为求自保 供出了演艺圈的更多内幕 警方掌握了一百二十个涉毒艺人的名单 而在十月八日俗称劣迹令的 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 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通知正式曝光 文件规定文件规定暂停播出 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 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 各类广播电视节目 以及代言的广告节目 这也就意味着房祖明正式被列入了广电总局的 风沙猎迹艺人的名单 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 电视节目广告网络剧微电影等 都列入暂停播出范围 而九月十六日 房祖明被以涉嫌溶流他人吸毒罪之名 被正式逮捕 在十二月二十二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以溶流他人吸毒罪 对房祖明提起了公诉 而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上午 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的一个案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荣流他人吸食注册毒品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但是当时公诉人员表示房祖明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 而且认罪态度一直比较高 建议减轻处罚 经过审讯后 房祖明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 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到 为什么要对房祖明下手呢 这里面其实有两重考虑 首先就是傅政华可以利用成龙的名人效应 第二就是算中成龙肯定会找人来救自己的儿子 而且想到他可能会找到与他在影艺圈有过交集的彭丽媛 这样就可以让彭丽媛求情于自己 为自己积累更多的政治资产 就是用这样的行为 傅政华领导的公安局渗透利用了各行各业 而在惩罚各种干部的过程中 傅政华掌握了很多干部的情况 说到这次孙力军的落马 观众在问 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时候下定决心干掉孙力军呢 其实在二零一八年 舒晓勤的接班人 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 郑维文的离奇死亡都是疑点 或许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苗头了 孟建柱和傅政华的家人关系一度非常密切 甚至把全家人请到自己家来住 通过这种私人关系 让孟建柱更加完整地掌握了重要细节 而几乎是在同时 王岐山去了中纪委 踢走了很多有能力的人 又把他在北京的主要班底调到了中纪委 我们知道北京是王岐山的一个心痛之地 这里他与刘奇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形成了精卫分明的两个派系 而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被反复打掉 就与这种派系斗争有关 而王岐山也想直接干掉刘奇本人 刘奇一度有不好的传言 说他全家去长白山旅游享受风山待遇 其实这样的待遇是政治局委员的常态待遇 并不仅仅刘奇一个人有 但是变成了王岐山与刘奇政治斗争的把柄 而王岐山在中纪委建立的系统 在与孟建柱进行博弈的时候更沾上风 原来一度有计划说王岐山将会进入常委 而孟建柱在政治局做委员后 在十九大换届时可以做副主席 结果王岐山成了副主席 而孟建柱出局了 在政法公安派系中 傅政华和孟建柱成功地完成了习近平的任务 干掉了薄熙来周永康令吉华等人 而这其中又有多少让人无法知晓的神秘故事呢 比如令吉华儿子的车祸死亡 令吉华始终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死于车祸 甚至一度不允许将他火化 令吉华去找周永康 而周永康又去找傅政华 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最终却是傅政华出卖了自己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 但是不散选论 她们是好的 advantag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